1945年8月9日零时时分,苏联百万大军兵分四路越过中苏,中盟边境,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,发起了全线进攻。 同时,苏联海军也分别从朝鲜北部,千岛全岛登陆,配合陆军作战。 事实上,早在雅尔塔会议已结束,苏军已经在东北边境,部署了150多万军队,2.6万门大炮,5500多辆坦克,5000战机,是等最高统帅部下令进攻命令。 从苏军发起进攻,当关东军投降,仅仅耗时半个月的时间。 现为人知,伴随苏军的进军,苏联派出了3000名技术人员进入东北,打仗才需要技术人员。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,这些技术人员目的只有一个,进入东北大城市里的厂房、工业基地等,以最快的速度拆卸工业设备。 在苏军看来,这些设备都是自己的战利品,利盈归自己所有。 因此,东北日军留下的大型机器、工业设备、机床、军工设备等,只要苏军认为又用的,都被拆走了。 苏军技术人员拆卸装备的原则是,不放过一颗螺丝钉,不能带走的直接破坏掉。 早在亚尔塔协议签订时,斯大林就向螺丝福直接提出了要求。 护叶岛南部,千岛全岛都归苏联,并要求苏联俄国恢复日俄战钉州,俄国在东北失去了全部特权。 按地理,苏联早已打算将日本占领东北期间创造的所有资产战友,换句话说,就是把日资产业当作战利品,由苏军全面接收。 举个极端的例子,安沙钢铁厂前身,是日本创建的昭和制造厂。 1918年成立之时,日本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,并采用当时最领先的生产工艺。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,这座东北最先进的钢铁厂,年产一千万多万多钢铁。 如此重要的钢铁厂,苏军遭一学前三尺。 苏军占领钢铁厂后,立即踏出大量艺术工人,外加近万名日服,经过四十多天猜信, 才将钢铁厂拆卸完。 除了钢铁厂外,日军留下的水电厂、火电厂、飞机制造厂等,都是苏军拆运的目标。 资料显示,苏军在东北拆卸,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春的撤军。 实际上,到了1946年整个东北,已经被苏军拆卸一空,无法再拆卸了。 由于大批设备被拆走,使得东北许多工厂,成为了一个个空壳子,只能停产。 做完这些还不够,苏军最后撤离东北前,将铁路钢轨、钢梁、机车等配套设施,一同拆除运回苏联。 如此大规模刺无忌惮的拆除,损失一定惊人。 去陈城在回忆录抗日战定中描述,估计该地域俄军占领期内,工业上的直接损失,达8億5800万美元。 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制费用,和质量的变化所施额,应来20亿美元。 参考资料,抗日战争,苏军在东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